明人居然回到了二十年前的木叶 在后火影时代 随着大统木的大举入侵 整个忍戒激进崩溃 佐诸为了保护博人倒在博人身前 川木同样难以幸免 临死之前 川木将他先前封印在大黑天的明人释放了出来 博人时隔多年再次看到明人 他仿佛看到了忍戒最后的希望 他用最后的查克拉发动了近眼的禁术 将明人的灵魂传送到了过去的某一时间 博人最后因查克拉耗尽而阵亡 当明人再次睁开眼睛 他已经身在一个幽暗的森林里 手中正捧着一卷卷轴 那正是木叶的封印之书 他眼前的空地中 是受伤倒地的伊鲁卡老师和正要下杀手的水墓 明人整个人都是懵懂的状态 但这真实感让他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梦 博人以生命为代价将他传回到了偷取封印之书的那晚上 想起好儿子博人 明人泪如雨下 这时水墓握着封魔手里剑暴冲向伊鲁卡 千军一发之际 明人突然闪到伊鲁卡身前用左手拿捏住了水墓的手 右手则是凝聚螺旋丸直接命中其胸膛 伊鲁卡被眼前这蓝色查克拉球体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三代透过水晶球看到这一幕同样瞠目结舌 明人居然会水门的螺旋丸 随着水墓绝望的大喊 他的整个身子旋转地倒飞了出去 清晨的阳光洒在了明人的身上 伊鲁卡看着他的背影陷入了沉思 白天明人还是那个全班里的吊车尾 现在却成了可靠的大树 虽然不知道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伊鲁卡不由地觉得明人说不定真的可以成为活影 和前世一样 他将自己的护额送给了明人 并恭喜他毕业了 明人虽然已经经历过一次 但此刻还是深深地感动 托儿子博人的福 他从那个惨烈的未来重生到了最开始的时候 这一次他一定要强大到能够打败未来的那些家伙 守住这个世界 在告别了伊鲁卡之后 明人独自一人回到了家里 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将手搭在了腹部上 八卦封印的术式显现 明人来到了九尾的封印处 九尾察觉到了明人的到来 愤怒地将爪子伸出牢笼席向明人面门 明人并没有闪躲 只是亲切地和九尾打着招呼 你的眼神还是老样子凶狠啊 九喇嘛 明人的话语 让九尾硕大的瞳孔骤然一震 他质问明人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名字 明人并没有回答 只是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并表示想要知道答案的话 那就和他碰拳吧 九尾狠狠盯着明人没有动作 整个封印空间陷入一片死寂 片刻之后 一人一壶时隔多年再次碰拳 二人曾经经历过的无数故事 所有思绪 全部画面 全都以精神的方式传达给了对方 重粒子模式的并肩作战 多重引分身对战橱田 以及那举世阶级的终局 知道了全部的九尾 神色复杂地看着眼前的这位少年 他难以相信六道老头子的预言就这么实现了 老夫居然会为了人类而牺牲自己 他问明人在那之后那么多年一直在等他复活吗 明人点了点头 只可惜他到最后也没能够等到九尾复活 不过现在以这种方式再次看到健康的九尾 他也甚是高兴 九尾冷哼一声 只不过是未来的我认同你罢 我可没认同你 明人听完表示他会努力让现在的九尾认可他的 一人一壶对视一阵之后 封印空间内传来了阵阵爽朗的笑声 这时在妙木山的大蛤蟆仙人突然醒了 他让身座去请自来也过来 他有要事要公布